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照一下 波河浸有10滴 怕太陽就有5滴 看個人這個可以 五滴 十滴都可以 它可以防止你发炎 那个 痒痒的 好 新一草 新一草 一个草 一个草 因为新一草精油 是目前德国医院 把它列为最好的皮肤保护剂 这个 你这一条 假二十说是一般的皮肤病 你这个杀鸡只有可以不用放 比较严重 不用牛皮钱啊 肝钱啊 黄斑藏仓啊 这些比较严重的皮肤病 杀鸡只有一定要加 或者用草精油加上面都可以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目前全台湾 能够把牛皮钱 肝钱 黄斑藏仓 让它消失掉 你要用清草油 可以用 薄荷也可以 你不用 那个薄荷 你可以用 我用清草油 所谓的清草油 就是你们以前的绿油精 现在绿油精是化学的 那是天然的 它是可以吃的 它外面都是用化学的 它只是香味而已 这个厨房 我希望你们家里面 自己做一贯 放着 很便宜 七百八点放着 比你外面买了那什么各种抗争素的 像人气的 还要天然 还要好 夹食一般千尊动脑都不必要用这样的 就用沙子油 油烟纸油 油加利 薄荷 清草就可以了 除了特殊的皮肤病 再加上 沙子油 你就打电话在公司 或是门市 住上有电话 那是要买这么五种吗 还是会已经调好的 没有调好的 也只要你家里面就是有烟也只要 再用那些精油去治理调 沙子油是另外有单独沙子油的议题 这个就是沙子油 但是这是我平常的胶囊 是我在保护喉咙 甚至癌症的人 在吃的一种死亡 老师 你说沙子油有很多种 我们要用哪一种 沙子油 沙子油 市面上的沙子油 大部分是假的 不是说老师卖的沙子油才是真的 但是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老师卖一KK要怎么调 不是 我有另外一种是玉体的 看这里 这是沙子油的颜色 外面的沙子油颜色不是这颜色 玫瑰红 比较红 它不叫沙子果 它不叫沙子子油 它叫沙子果油 它不是沙子子油 那个沙菌的效果 相差很多 因为人家比较便宜 但是他们赚的比较多 原来他们用沙子子油 在17年前 我一贯卖七八百块 他们就卖七八千块 后来他们 很多员工没有跟他们买 他在跟我买 贴他们的账标 后来他们改变了 是跟我不一样的 他就用 进比较便宜的沙子果油 来补充 因为我主要是在做旧人 因为这沙子子油 可以 比较多贵贵 要不要吃药 一定要吃药 我不用吃药 我沙子子油下去 我让他们吃下去 很快会贵人就好了 事实上很多疾病 并不要吃药 就可以解决 是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资讯 完全不透明 卫生署跟西医集团 垄断整个台湾的教育 跟美体 他很害怕 他歇斯基里的害怕 他人民有 国际人权宣言第二苏小的那个法律 人民有知道健康治愈的自由 事实上 任何国家违反 或是组织违反 是违反国际人权宣言 因为他是奉献者 很好 他有奉献者 就把这个 什么叫疗效 什么叫成效 你把它封开出来 让台湾人民才知道 什么叫疗效 什么成效 所以疗效我赞成 由西医来宣布 我完全赞成 所以疗效就是说我生病了 我找合法的医院 医我的病 医院一定要有合法的医师 合法的药剂师 医生看我的病情 开出处方 处方一定要经过药剂师审核 他可以给我打针或是吃药 打针吃药以后 我会产生不作用 医生可以帮我急救 成功就是好的疗效 不成功我死亡 叫做失败的疗效 因为有危险性 必须经过合法的医院 合法的医院 合法的医生 来审核实行 所以他的成果 叫疗效 必须由医院 来宣布 来通知 来告知 这我通通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中华民国县华第二三角 显得很清楚 当事的所作所为 不妨设计不妨回答力 政府是不应该制定的管理的限制之 否则视为违宪 中华民国卫生署 从头到尾都是违宪 他为了保护西医 不要脸的 非常错误的既得力 好 跟你分享什么叫成效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任何食物 它是大自然的产物 人类是不是大自然的产物 你既然是人类大自然的产物 你的健康是靠吃大自然的食物健康和健康 因此食物一定可以让人健康 所以食物的好处 任何三位 学校 政府 厂商 必须诚实告知 这是国内人民的宣言 才能清楚 每一个人民 有知道 健康资讯的自由 任何食物的健康资讯的自由 可以吃它 了解它 但是台湾到现在 一直在误导人民 不需要用台湾人民有证据的资讯 所以整个台湾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到现在都一而再 再三回现 这是台湾这个图里人民的悲哀 为什么台湾人到国际上 台湾里头来 是因为政府本身 就是一个维吾的机构 它到目前为止 不敢把宪法拿出来公开实施 因为目前的法律 几乎通通 正大部分通通是违宪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块体育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有缘 能够在教育体育生存下去 应该是 不要再 分 蓝绿 不要再分 本省外省 不要再有 财团 抢劫人民 伤害人民 当做正当的事情 那种错误制度应该 赶快拔费钱 当你说体育人民健康 有认同你这个体育的时候 很自然才会得到国际的认同 台湾之所以在国际上站不起来 是因为政府自己一直在胡说八道 要违缓所谓的土地的主权 不敢把健康的资讯告诉人 一直纵容财团 杀人抢劫 就要处于人的健康 所以这是个悲剧 那悲剧你不应该再用恨 所以为什么我写了爱的复换 我希望我们的营养政府 营养消息会他们的名次 我幻想他们 应该早点回头示爱 不要再一直伤害人民 应该是用营养师 接受像我们这种训练 分配到小学初中上课 成功了 学生很早生变 再会不会叫高中大学 学生很早生变 就给他给执照 让他到当地去做职业 就是营养顾问师 当地周围350户以上到500或是700户左右 一个户500块钱 很便宜 让这个一个月有四几万的收入 然后呢 他也帮助我们 采购保链丝 又好又便宜 太贵的工厂 他自然会倒闭 这叫良性的循环 健保就可以怎样 退出 肾营的重病 开刀 感染的 由西医来执行 那这些疾病 大概剩下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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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一员由国家经营 医师固定允训心水沊十几万 不领过高 他也不领 一般人收入好一点 这个社会才是合适 因为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健康 他的创造率都提高了 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畸形的社会 政府 财团 上下其手 欺骗人民 什么时候人民才有正确资讯的自由 就是在台湾目前最拨切需要的是 正确的健康资讯 所以卫生署现在一直在做消毒 网络报的消息都是错误 当然我知道网络消息不见得百分的正确 至少比卫生署报的消息怎样 还正确吧 有卫生署报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怎样 都是违网 都是造假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消毒说 网络事情你们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网络事情现在有 七八百万人次在看的 他现在紧张了 所以一直在消毒 我说已经来不及了 我希望五年内 能够达到两三千万人次的在看 然后每个人都看了 每个人都做了 慢慢健康了 医院就是这样 慢慢的就关门了 很正常 那你们现在 我希望给你一段时间 我不要讲话 我希望你们 真的把你的脚 手 末梢那些 你愿意去把他怎样 固刑 我们现在固刑给你开词 好不好 你一条子不愿意固刑 那 我就要加入你的固刑 好不好 你不愿意固刑 我就加入你的固刑 我加入进去的话 就开始成效了 好 现在开始执行 提ű 谢谢